然後一回到我家 然後就很安靜 開門一看暗暗的 地上全部是碎玻璃 你知道嗎 什麼各種能碎的 就這種能碎的 全部就是地上都是碎玻璃 恐怖 然後就看到我的前任 就很躺在那個沙發上 然後他說 你知道昨天隔壁營的 有一個人自殺了 你應該不會比我這樣吧 後面這位小子 就類似像這樣子的 然後或者是 會討論你耶 然後或者是說 有時候因為軍中不能帶手機 但是他會偷偷帶進去 他就是想要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我帶著手機是為了 能夠聯絡到你 如果我被抓到 我會被關緊閉的話 都是你害的 然後一直到就是開始 他開始戰哨的時候 你不是都要拿一個步槍嗎 然後他就跟人家說 你最好給我拐一點 不然我就拿步槍出去掃射